这都是最常用的,对吧? 比如说,本地变量,或者是静态变量,这些都比较常用。 可能相对来说,后边这几个用的少一些,是吧? 这个咱们记好。 另外一个,再讲一下程序模块化。 这个也是等于是我自己在日常工作中自己研究和发现的。 我们在写程序的时候,是不是经常那些什么? 经常那个,比如说Utility这种工具类,工具库, 咱们经常,比如说在C++里边,或者是C++里边,导的都是DLL文件, 咱们好得单独封装出来,对吧? 安卓里边其实是也提供这些功能的。 但是可能有一些人他不知道。 所以说在这里边就给咱们演示一下,知道吧? 在这里咱们做一下测试。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安卓的项目。 因为安卓项目里边也是可以把安卓的一个项目提取成这种类似于Utility, 这种工具类,或者三方的外部包可以直接导入的。 咱们比如说这个东西叫Utility。 这是安卓项目吗? 哦,是。 它这里边现在还估计还要指定它那个包。 稍等一下,我指定一下。 好,我们来新建一个安卓的工程,叫Utility。 Ly,工具类对吧? 选择2.2。 然后包名弄一下吧,包名刚才叫3D。 Ly,工具类对吧? 我们一开始新建完之后。 这样。 嗯, 你还会有一个错误。 可能有些东西没生成。 嗯,现在完了。 我们怎么把它转换成一个这个, 类似于这种工程包的这种形式呢? 这种工程库的形式呢? 我们建完这个工程之后,在这里边看到没有? 是一个包文件。 工程库文件,是不是? 我们点OK。 点完了吧,对吧? 比如说在另外的一个工程里边,我们要引用它。 那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引用。 Uit ingredientui,测试。 啊,这个时候我们建了这么一个。 那么怎么把它当成一个 酷来引进来呢 我们这样就可以 也点同样点的属性 看到没有 是不是出来了 这样的话你安卓里边 你可以把它建成一个酷 它里边的资源你也可以用 对不对 我们来做一下这个简单的测试 怎么测试呢 我们先来把它这个虚拟机给启动起来 我们来看怎么用它里边的资源 同时呢我们看 你看到是不是引进来之后变化了 是不是utility 看见没 代码你都能直接看得到 你能直接改了 它俩跟一个工程师 对不对 那它能R文件怎么处理 你知道安卓里边会生成R资源文件 对不对 应该有点理解 你看 这是不是刚才那边咱们提了demo 是不是 连它这个R文件都引进来 R文件有了 咱们是不是在这里就可以用它的资源 对不对 咱们在这里试试 等这个起起来 先把它全部关闭 有点乱 所以说用这种的方式引用还是比较好使用的 连条也很好连条 你在那个包里边打了这个断点 这里边直接就追到那里 这就非常类似VS 像VS 微软 VS 下面这种 它几个项目放在一个解决方案里边 你在连条的时候 你在另外一个解决方案里边打了断点 它直接就能跟进去 非常的方便 你看啊 它在这里边用了这个APP name 是吧 在它这里边 它现在有APP name 它起的是不是这个 起的是这个 对吧 对吧 这等于用的还是它了 我们现在想引用 想引用它这里边的APP name 这个字符上怎么办呢 我们就这样 先把这个字符上 我们给它平閉掉 平閉掉 好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重新运行一下 同时呢 我们同时可以再做一下另一个测试 哦 现在暂时还不能做 一会儿演示吧 我们至关把它先启动一下 找到下一个 人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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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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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证明引用的肯定是这里面的东西 因为咱们这里已经没有变量了 我们找到它这个资源 是不是 这样的话你就通过这种方式引用了另外一个包里资源 你把它封装成一个这种酷的这种形式 对不对 直接你就在程序里边 你就可以共享给别人直接用 包括连条也很方便 比如说咱们在这里边给他写一个类 我们可以弄一个代码好吧 比如说写一个class类 比如说utilit类 咱们随便给他写一个方法 pob 这个是 比如说是get name 我们返回 我们随便返回一个吧 比如说end 我们在这里打一个段点 用第八个方式 稍等,还少写了一些代码 咱们还没调用呢,对吧 我们得把调用也给加上 比如说,也不用打印了,直接调用就能看到这个段点的效果 是不是有了,是吧 段点咱们也打了,咱们来运行一下试试 什么 什么 你看,段点是不是已经进来了 所以说连调也很方便 共享资源也很方便 如果我们要有这种 共享这种,有这种库的这种 一般我们都会有一种工具库啊,或者什么 这种大家都统一来使用的这种资源 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好吧 像这种,如果字符串有重复的话 刚才你也看到了 我们在这个 Utl测试里边有相同的字符串 它会默认的会把它这个 另外一个导入的这个包里边给覆盖掉 是不是 它就是这么一种层次结构 好吧 这是它其中的一种 这是它其中的一种方式 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下另外一种方式 加二加包的方式 这也是我就是在里边研究出来的一种方式 因为我们有时候 比如说Utl测试里面包我们不一定 非的是一个这个安卓项目吧 我们这个安卓里边不是可以包含这个程序的架包吗 对不对 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比如说Java的这种面条怎么做呢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随便起名字吧 二 好 finish 我们在这里建一个类 比如说有 哦 这个最好 建一个包名 在下面我们再建一个类 我们看看这个加二工程的这种方式是如何弄的 我们把这个方法呢 直接调过来用就可以了 直接调过来用 好 怎么用呢 我们在这里边导入 这个名字也最好改一下 不然一会命名 嗯 有这个包也是一个麻烦的事 叫获取年龄吧 反正是11 印它行的 我们打上断点 然后怎么印这个包啊 在这里我们可以这样印 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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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pass 是吧 我们这里不是有个工程的这么一个关联吗 我们可以这样印 这是刚才那个加二项目是吧 OK 对吧 这那个加二项目 引进来 好 我们看能使用它这个方案 我们那个叫Utl2是吧 出来了吧 是不是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 这是一个纯加味工程的形式 对不对 我们不一定 有时候用不到这种资源 直接就是用单纯用加味的类的话 就直接都是加味的重工程 对吧 这样的话也是没问题的 知道吧 而且这个连条 也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 这个就是说我实际都是测试过的 你这边钓这方法断点打到这里 直接就断点钻进去 知道吧非常好用 然后咱们可能会问了 那我这个包是我写的这不假 我连条完了 我最后分发给别人的时候 我只想给别人架包 对不对 我不是说我也把这个工程给他 让他包含进去 对不对 有可能是我只给你个架包 让你用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我们直接 Eclipse里边很方便的提供打架包的工具 我们怎么打 选择了这个工程之后 有这吗 看见有导出架文件没 下一步 这是工程中 让你选都要什么资源 对吧 这是选他的位置 是不是 我们直接就选到他自己当前的目录呗 在哪儿呢 我给你看一下 刚才那个 这里吧 选到他自己当前的目录下算 起个名字 把这个架包直接finish 是不是生成了一个架包 这样的话 你把这个架包给人家 人家直接把架包移进来 就可以用了 对吧 也就是说 你自己在连条的时候 你直接用这种添加 刚才咱们那种添加工程的那种 那种方式 对不对 把它给添进去就行了 连条结束 连条结束之后 别人要用你的架包 你直接打个架包给他就行 知道吧 这是他里边 里边的这种 加入了工程的这种引用 对吧 包括这个安卓工程的这种引用 两个方式 这个比较有用 这个 希望大家就是记一下 记好 好吧 然后下面呢 这是 代码阅读 在代码阅读 它eClip里边也提供了非常多的 这种实用的功能 我们下面就可以 约约约约来看 首先是改变包的层次结构 对吧 我们现在这种包都是平级的包 是吧 不管你有多少个包 它都是平级显示的 对不对 其实这里边是可以改变包的结构 这个应该很多人都知道 这个你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吗 这种看着很不习惯吧 怎么让它能像树 文件夹一样是个树光公路的 像Windows资源管理器一样 你看这个 哦 这个估计只有一个还不太好弄 我来干脆我来那个什么 我导一个比较复杂的工程进来算 好吧 导一个复杂一点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这样就成那个树状显示了吧 是吧 因为咱们刚才没显示 容易包比较少 我再给你改成平级 是不是平级了 我一般是比较喜欢这种树状的显示方式 这样是看起来 层次结构比较 一层一层展开比较清晰 这个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可以就是记住 这个 这个以后用得到 另外一个 快速查看代码第一 这是什么功能呢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我在曼方法里边 曼方法里边 是不是调用这个Play CD了 我想看Play CD 是不是要进到里边才能开 但是在Eclipse里边提供了什么功能呢 你看 看见没有 你按着Shift 然后直接去指着这个 你现在就可以快速浏览了 不用进去 这个等于是在你不进代码的情况下 就可以直接看代码 知道吧 不用非要进去 你有时候只是想看一些东西 或者一点东西 就不用来回跳来跳去 包括像什么类定义 方法定义都可以看 你比如说像这个福特 这个类 咱们按着Shift的 看到没 整个类都给你显示出来了 对吧 好 快速进入代码定义 这个我估计你都用过吧 知道不知道 按着Ctrl就变成这种样式了 这个应该大部分人都知道 但是我也说一下 如果有不知道的人就 对吧 很好使 是吧 直接就进到方法里 你点着就进到方法里 对吧 列出类纲要 是吧 咱们可以看到Ctrl 加欧可以看出类的这个纲要 列出方法和成然变量 是吧 咱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用福特这个看 这个 Ctrl 加欧 是不是出来了 方法 成然变量都出来了吧 你在这里点搜索 不是 PLY 是不是 直接点就进去了 好 是吧 它还有个技巧 Ctrl 按两次 看有什么效果 多了很多东西 是不是 你看这也是什么 是不是显示有 扣片包名这些类显示的有吧 看在里边的 你按两次之后 可以显示出负类的成然变量和一些结构 这Ctrl O在编程里边是常用到的 知道吧 这样的话就 如果代码非常多的行 比你一个一个去找要好办的多来回答这边 你只找某个方法和某个变量就行 查看类的继承的关系数 Ctrl T 查看类继承的 咱们试一下 福特车继承就是卡着的类 对吧 最上面继续都是overjet的 因为夹外里边所有类都是继承的 这个overjet的 对吧 我们再用Ctrl T 是不是反过来了 知道吧 记着这个 谢谢大家